看吗?可以吗? 大家看得到吗? 今天是穿寒风 为了吸引大家来,可能下一次就要用裸装了 所以为了曝光,什么招数都要出了 今天 我将会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slide 未来是前路不明还是多一条更好的出路 那我们今天就花这个一个小时多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议题 那么大家放心 这个slide我将会发给大家 所以呢,我将会在这个slide这边涂鸦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我会给大家这个original的发 那么 我们马来西亚呢 昨天 大概是110多位左右 就是新增的这个新冠肺炎 检测到的病人 那新加坡就比较 糟糕一点 昨天的案例 是700多 700多位左右 那马来西亚会不会再 更高上去呢 这个很难说 是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在马来西亚 卫生部 检验的数量 比例 是 其他国家低的 也就是说 比如讲在别的国家 10个人是一个人或两个的检验 所以还有好些 还没被检验到的人群 还不知道是几时会爆发的那一种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到底28号 可不可以解封 照这样 的 局势 跟你关 国际的局势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算28号之后 能够解封的好 他不会完全解封的 这就是 社交距离这个部分 还是会很严格的 就是去执行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还是会 受限的 那一种 那怎么办呢 当然 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大家稍微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 全世界无法信念的 每一个国家的 这个 GDP 我们叫做生产种子 都会下跌 今天早上 中国的 第一季度 2020年 第一季度的GDP 出来了 本来 去年2019 最后一个季度 或全年一整年2019 它的GDP是6.1左右吧 可是呢 今天早上 中国的GDP出来了 今年 2020年的 第一季度的GDP是 减6.5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减6.5左右 减6.5 本来是成长6.1左右 到减6.5 来回就是 12个点了 大家看看 多么的糟糕的那种 代表什么呢 经济 它没有在成长 而是在萎缩的 阶段 那我们是 坐着 等它继续萎呢 还是等到 已经 越来越严重了 才来担忧呢 还是我们现在 就应该先来未雨绸缪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课题所在 那大家看下一张 下一张 好 大家看看 这一张 就是世界主要的国家 他们的这个GDP 的这个预估 那我们先来看看 你看看 就是第1个 美国就好 美国呢 本来的预测 是2.3的 那么预算呢 预算呢 预算呢 今年的GDP 将会从2.3 跌到 negative 减5.9 欧元区更加糟糕 本来只有1.2的 会跌到 大概就是 减5.9 左右 那么再下来 日本呢 你看看 日本 0.7的 预估会跌到 减5.2 英国呢 1.4 左右 预测会跌到 减6.5 那加拿大呢 加拿大呢 加拿大是1.6 预测会跌到 1-6.2 如果其他的发达国家呢 像发展中国家 像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就稍微的乐观 什么叫乐观呢 目前来讲 我们的国行预测呢 我们的 成长呢 是 比较乐观的 从 百分之二 到零点 到 negative 0.5 左右 这个是蛮乐观的啦 那我 我相信呢 大家好 就做这样子的一个预测 0.5 减0.5呢 是蛮乐观的 我相信还有很多因素他们没有考量进去里面 或者是 这个是两个星期前的这个预测嘛 如果就算做得很好 减2 负增长2的话 马来西亚已经做得非常 非常的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那么大家好来看看这一张 这张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一张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民 他 一个人从国家的国内生产种子的角度 一个人的人均收入一年是多少钱 大家看看美国就好 美国一年的人均收入呢 大概是 59,000美金 59,000美金 如果你乘4 现在是4.3 我们乘4 6万乘4 大概就是 24万左右 意思就是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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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呢 平均一个人 一年的收入呢 大概是 24万左右 平均一个人一年的收入 大家记录起来 平均一个月 美国人的收入 美国人的收入 大概是 200,000 马币左右 如果我们看 第二个中国 8,000块 那8,000块 如果你乘4 的话呢 就是 32,000左右 那么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相信 8,600乘4.3 大概是 4,000 32 接近4万左右 如果换除以12个月的话呢 一个月大概是 3000出块左右 这个就是中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36个 就是新加坡 你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 均收入呢 跟美国 差不多一样 5万多块 属于 非常 叫做高收入国的那种 换成马币的话 新加坡人 一个月的收入 马币 大概 最后一个 来西亚 它的 100,000美金 大概马币就是 43,000 那么43,000 除以 12个月的话 大概就是 3000 到3500 左右 也意思就是说 马来西亚人 的人均收入 一个月 大概是 3300 左右 新加坡人 一个月的收入 是 2万块 左右 美国人的收入 一个月大概是 2万块 左右 马来西亚人多少呢 3000 出块左右 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概念呢 因为这张会跟下一张有关联 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你 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家庭 或者是你 每个月的收入 到底是处在 哪一个层次 这个很重要 那么当你懂了你在哪一个层次 你就要用不同的这个策略 去 应对 未来的 西亚人 你看 再看 下一个 看这个 你就会有 就是拿到一些 就是政府给的这个补贴 包括公司呢 可以申请 新金的这个补贴 然后呢 每个家庭 如果 你的家庭收入少过4000 你可以拿到1600块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 4000块到8000块以下的话 你可以拿到800块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看这边 这边是什么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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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层中间的那一层 三层里面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一层呢 占了40% 最高的那一层呢 只占了20% 好不好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看看数据 来问自己了 你的收入如果是 大概接近4000到4300左右 低过4000到4300的 那么呢 基本上 你是属于 B40 就是在这个国家这边呢 属于 最低层收入的这一层 那如果 你的收入是 介于 4300 到9600之间的 稍微的恭喜你 你是属于 中阶层的这个 阶级 中资产的这个阶级 那如果 你现在的收入 是超过9600的话 就现在给自己一个鼓掌了 恭喜你 你是马来西亚 顶端的20%的精英 这样请问各位 在座的一位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你现在的你是属于哪一层呢 是B40 还是M40 还是T20 那如果假设现在的你还是B40的话 接下来这个经济呢 B40 是受影响最严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 通常在B40这个阶段 储蓄都不多 伙食费呢 是他们开销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 包括教育费 包括交通费 那么呢 如果你是B40的话 你就不能够坐影带币了 不能够坐着等了 赶快要快马加鞭更加积极 怎么想尽办法跳脱 跳到 M40来 那如果现在的你是 M40的话呢 那么恭喜你 你基本上在这次的这个疫情的发生呢 你也会辛苦 不过你不会辛苦到没饭吃 你不会辛苦到生活过不下去 你还是能够过生活 只是说 是否是 很辛苦的过呢 还是说能够轻松的过 那如果假设你希望轻松的过的话呢 你必须要想办法 让自己从M40 跳到哪里 跳到T20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今天大家来到这边 我们 是否有更好的一条出路呢 大家就 现在就下一个目标了 什么目标呢 千万告诉自己 一定要成为马来西亚的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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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口的其中一个部分 千万不要掉落 M40到 B40 那 当然 我们也今天 除了跟大家讲 What 是什么之外 我们去达到TOP TOP TOP 的那一种 这样 从What的角度 什么的角度 大家明白了吗 什么是TOP 20 什么是40 什么是B40 可以了吗 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 到 第2个 第2个 上去 OK 为什么公主示威 就会有这个现象 又或者是文明太国民主的国家 有示威 就会很糟糕 为什么 因为大家人民的暗软不保 通常出来示威的人 他们都不是 他们都不是 不过 T&D 他自己不会出来一种 那你大家记得这个工具 这样会更糟糕 会更糟糕 会更糟糕 又或者是文明太国民主的国家 会更加的穷 弱的 疫情过后 或许两年的时间 坏的话 可能一年的时间 经济将会大反弹 会非常的好 不过大家要心里准备 很多的人 将会 享受不到经济的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 B40 跟边缘的N40 这些大量的 钞票的印字 跟债务的发放 对他们 会有很大的收益 在座的各位 你是要做这些 所以各位 在这边又一个 what跟how 什么呢 what就是 没有钱的 基本上呢 他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抵押去跟银行借钱的 所以他要用借钱 来让生活好过 是很难的 只靠就是什么 一天打工就是50块 80块 100块 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块 2000块 3000块的薪水 养活 增加人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所在 那么富人呢 就不一样 他永远 用别人的钱 来赚钱 让自己更加有钱 大家听得清楚吗 要成为富人 一定要懂得学会 用别人的钱 来赚钱 让自己更有钱 大家记录起来 要成为富人呢 就一定要懂得 用别人的钱 来赚钱 有什么大问题呢 大家看看 4月28号 是这个MCO 就是第三阶段 会不会第四个阶段呢 没人知道 那么如果 其他的国家都还没开的话 相信马海下 有 就是乱开 为什么呢 还有 第一阶段 所看到 还是皮毛而已 几十开呢 可能是五月 可能是六月 那么六月 可能是 全部的开 或者是七月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大贷款 是能够延后 可是大企业 不像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是 六个月 Molitorium 全部能够延后 大企业是 你要跟银行 Case by Case 去商量的那一种 不管你怎么延 钱还是要还 一般的大企业 他们还钱 是靠什么呢 靠每个月 赚的钱 收到的钱 赚到那一点 就还 那么你想想 一个月没有收入 这期间 去哪里找 现金流 来还贷款呢 将会有很大的 什么问题 债务违约 这个将会下来 是一个很大的 手动的问题 债务违约 这个问题会发生 那么新加坡 做得很好 他出了一条 法令 英文 字 我找了 再放到 入去给大家 政府 为什么 可能政府也不敢 因为这个牵涉 太大的资金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大企业 一个一个的就是面对 这债务违约 经营不下去的情况 财员 你可想而知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 也可以讲说是这波里面 伤得最严重 为什么 因为国家的经济 那个运作 它不是最大规模 可是活动量 90% 都是中小企业 在运作的 那么这些中小企业 有些的 现金流 他们每个月的 Rolling 其实基本上 都是 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那如果 这轮的这个 我们叫做 这个 封锁 它呢 来到三个月 四个月 那很多中小企业的 现金流呢 肯定是顶不上的 那么呢 我最近也听到一些朋友说 说什么 你知道吗 政府不是给这个 薪金的补贴 一个人就是 如果75个人的企业 给薪金补贴 一个人 一千 两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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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可以裁员 不可以减薪 那么 有很多企业 小型的 中小型的 他担心 他会裁员 他担心 他需要减薪 所以 很多都不敢去申请 That's right 你看到的 这个补救 它未必是真的 会帮到的那一种 为什么 因为有法律 他们害怕 就是触犯法律 等一下 拿了补贴 他用减薪或裁员的话 他就会被控告 这个是通通的问题 那么你在想 他不拿这个补贴 他用减薪或裁员 多少人会受影响呢 各位 再下来 我们看到 第三个 一些公司 他就要靠 减薪跟裁员 来维持生存 为什么 本来 十个人就可以做的 现在搞不好 三个人就可以做了 因为 营业额减少了 像那七个人怎么办 你觉得那个老板 他就算是非常的 就是心地善良的那一种 他也要看他银行的存款 如果他真的是存款不够的 他还要考虑到 他的家庭要照顾孩子 要照顾妻儿 要照顾父母亲 老小要照顾的 他怎么去维持 或者是聘请这七个人 去照顾这七个人呢 所以这七个人 会面对什么问题 艰辛四小 财员四大 这个就头痛了 然后再下来 第四个 打工一足 相信很多人在家里 都已经开始什么呢 七上八下了 到底开工之后 会不会接到炸弹 每个心里在想 什么炸弹 两种炸弹 一种叫减薪的炸弹 第二种叫做 财员的炸弹 又或者多一种炸弹 叫无薪假期的炸弹 将会有很多人 可能会面对 无薪假期都不一定 那么你接受也不是 不接受也不是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间公司 是很多公司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你讲糟糕吗 糟糕 每个人宁愿就是 有多少钱 神神花 不可以乱花了 要储税了 变成整个市场 资金不流动 不滚动 当一不滚动 问题来了 我们就叫什么呢 不叫通货膨胀了 不是inflation 叫deflation 通缩了 经济不走动了 这个可能发生吗 没人知道 可是危机是存在的 再下来 那么我们看看 马来西亚是一个 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汽油 我刚才看了 跌到就是 如果是布兰特的话 是29块 WTI美国的是19块 纽约 汽油是19 布兰特如果没有 该没有看错 是好像是29块左右 本来在三四个月前 还有60块50多块 现在跌到剩下29块 国家 至少 从国有 每年的 就是三四百亿的股息 可能只剩下100亿 你想想看 至少 百分之60% 不可以开啊 那么 不可以开 你的业务就没有掉了 第二个 整个世界经济的不好 手机卖的也少 电脑卖的也少 汽车卖的也少 什么电子零件都少 因为通常在电子厂做工的都是B40 有 之前有 四四 有 有 今天有的吃过 明天不懂的 是不错的 上到现在下到来的话 现在不懂会不会接近300块左右了 本来现在油是很多这种乡下 很多有盐主的 中油也没有价格 那么怎么办呢 乡村肯定就是不景气了 再下来矿业就好 那么矿业肯定的 全世界基础建设减少 当你基础建设减少的时候 你的这些铁啦 各种各样的矿 它的需求也会 那矿工不开工呢 也是一样问题就来 那么这一波严重最糟糕 可以讲说是 我们就看回来 出口都受影响了 那国内内需呢 Internal Spending会怎么样 国内内需 第一个就是死人消费 我们马来西亚呢 整个国家的GDP呢 最大的动力 就是出口 本地的私人消费 就是什么消费 你买保险也是消费 你去shopping center买东西也是消费 你给补兴器也是消费 补兴器也是消费 你家里的冷气 用一下 又会用还是像你卸下马上就修呢 各种私人消费 尤其是华人口才存到一些钱 他会神神地存起来 不会再乱花钱 因为他害怕他没有钱过此 当钱存起来不敢乱花的时候 很多声音没有力 问题是什么? 在2017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大型建筑一年 大概有600亿的价值 到700亿 甚至2016年变化去到800亿左右 可是来到2019年 大型的建筑项目的工程的数额 加起来 下到400多亿了 所以2019年 有很多做建筑的人已经很辛苦了 很多architect 很多engineer 开office 可是没有公开 那么各位 今年2020 去年还有400多亿的工 今年2020 搞不好 只剩下200亿的大工程 请问本来 六七百亿的工程 这些工人 剩下今年可能是200亿 这500亿的工人 全部去哪里? 吃什么? 吃西北风 要不然怎么办? 没有得吃 所以社会将会 越来越不平静 现在是病毒很危险 可是病毒过后 社会 可能很动荡 大家没有 这些工程 准备 再试访一下 简直 现在 旅行对于B40 和M40 边缘的这些人来讲 已经是一种奢侈的开销 旅行 已经现在变成是一种很奢侈的开销 这样子 讲得这么恐怖 那怎么办呢? 当然 我们要继续了解 这样我们才有危机意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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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口水 我喝口水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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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各行各业一定是连锁反应的受影响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公油 中油 出口 马来 亚 那么 中油 也是出口最多 然后下来 是这个 中国 中国在去年的进口的也是增加很多 都很好 好 大家 中油呢 基本上它的价格 也会 会 受到 就是这个 气油的影响 也会受大豆油的影响 这个肯定也是减少的 那么大家看看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马来西亚出口去什么国家 中油出口到什么国家最多呢 印度最多 那么 那么 大家看看 这轮 这个 新冠肺炎呢 大家知道吗 什么 国家 将我们的这个带来 拜托 好 那 现在 是 严重受影响的国家 基本上 平民 哦 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设施来 那 那当中油的需求 破坏 小原轴呢 就会日子苦不堪年 所以大家想想看 很多因素都让我们是 讲到这边 讲到这边 我相信你已经开始有点就是发动 再来下一张 好 好 大家看看 看看这一张啊 这个是一个 大家看看 我这位朋友呢是做建筑的 做Fair Book Value 就是 建筑项面 大概是有20亿的工程在手 就是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到2023年至少有20亿的工程 然后他可以去做 那么 就跟他通电话 他告诉我一个情况 他现在呢 在 现在也是停工 那问题是什么呢 这场沙巴的工哦 现在有整600个工人 有外劳有本地工人 这600个工人全部住在工地附近的这个就是 他建的这个就是住宿区 都住在那一边 那么我 这个朋友呢 每天啊 需要安排钱给他们买三餐 来自己煮 那么平均哦 大概一个人弄到来是 20块 那么20块来讲的话 一天啊大概就是 12000 12000 不是12000 12000 一天的开销 就要12000 从上次锁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先不讲第三个这个MCO 我们讲第一个先 一个月 30天 一天12000 单单这场工的伙食费 他每个月就顶360千的现钱 而且还不包括什么 可能有些 印尼这些工人哦 要借钱 还不包括这些工人哦 可能要去看医生或其他的开销 要借钱之类 那么一个月就360千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 现在是齐虎南下 到底是要走呢 还是不走呢 躺呢 还是清醒呢 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 就算解封后 解封后 他也不敢开工哦 为什么不敢开工 因为行情不好 很多工程款 收不到 本来已经完成的那个 progress claim 已经交上去了 这些claim都不能够下来 款项都收不到 那么 已经下来 就算继续开工 也不懂下来的progress 会不会收到钱 那么原料商 五金店 又一直追钱 subcoin 又一直追钱 上面的developer 又 mancoin 那个developer 又不给钱下来 你想怎么办 又不敢申请 这个信金补贴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哦 六个月不可以减薪吗 不可以裁员吗 又不敢申请 所以现在呢 他是欲哭无泪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灵 你在看啊 多么的就是什么 他可能很风光 他曾经很风光 为什么 因为NATO来的嘛 很风光 基本上 就算是三六个月 也很风光 可是各位 风光 背后的产重代价就是 风险非常的高 一个不小心 你努力赚的五年的钱 三个月到六个月 就能够KO掉 就能够就是 让一个人呢 就是输到彻底的那种 甚至还要变负债 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是没有什么负债的 你银行上面有一万块的 其实你是比千万富翁更有钱 为什么呢 千万富翁有千万财产 可是他搞不好欠银行是五千万 That's why 现在如果是没有欠钱的人 恭喜你 你就是富人的 恭喜大家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一个报导 所以现在 不只是各种各样的 数码化 要线上 连财员都不用见面了 直接线上 你看Facebook 谁什么 一个人收掉一条信息 一条信息就搞定了 直接跟你讲 因为这个Pandemic疫情 公司要裁员 所以你不用来做工了 一个信息就给炒掉员工了 连见面都不用 给你信都不需要 你看 连裁员 现在都Digital 连裁员都数码化 连裁员都通过电子了 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不能够慢下来呢 一定要在电子这个世界里面 找出我们的一个落脚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李嘉全 Binn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那个董事 他说呢 这波疫情 将会 不止高科技 我们有高科技 中科技 跟低科技 高科技就是做电板 做晶片之类的 低科技就是做组装 Assembly之类的 年哦 低科技的工厂也会波及 至少啊 千名员工以上哦 会就是被裁员 OK 来这个是水 不要乱画 谢谢 来不要乱画 好 我们去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今天早上哦 看到的 冰城有一间哦 好像是5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工厂 这6月份将会关闭 那么多少个人会丢饭碗 两千个人将会丢饭碗 各位 现在讲丢饭碗哦 我们不再讲就是一个人 五个人 十个人 那个叫Kachang Putih了 现在讲的是千千生的那一种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事实报导 就刚才这个咯 一个了 两千个人会丢饭碗哦 下一张 那么我下来 就到什么 property 产业 H它预故 下来呢 因为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呢 property的价钱 expected 预故 将会下跌 百分之二十 这个是平均价 可是我相信 平均价是百分之二十 特定的产业搞不好下降 会去到三十四十 甚至五十 做什么呢 现在的人 要钱 不要补比 他们要钱在手上 谁有钱 谁就安心的那一种 所以那一些 之前 买到很多产业 用来租出去的 然后一个洞 第二个洞 补第一个洞 第三个洞 补第二个洞 那么这些人士呢 这轮将会是 烧到手 最严重的一个 他可能有二十个产业 有三个 已经还完了 十七个是还没有还完的 他这轮必须要把那三个 已经还完了 拿来贴去十七个洞 搞不好还不够 一张 会糟糕吗 所以呢 如果在座的各位 没有很多实体 没有欠很多钱呢 恭喜你 你是庆幸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来下一张 问题是 有人欢喜 有人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忧 不过大家看看这个 你就很妒忌了 为什么呢 Amazon的老板 Jeff V.Joss 在这波疫情 他的财富 增加了240亿美金 人家是年轻轻 没有钱 将会就是 面对很头痛的资金的问题 Jeff V.Joss Amazon的老板 竟然在这段时间的财富 增加了240亿美金 在什么情况之下 牛市也好 熊市也好 其实呢 在牛市也有人 就是破产的 可是在熊市呢 也有人自负的 我们呢 与为家人 我们就一起做什么呢 在这波 不知道会多长的熊市里面呢 我们不只要成为 survivor 幸存者 我们大家要一起做什么呢 成为这波疫情的 受益者 写下来 我们大家要一起 装备好我们自己 让我们成为 这波疫情的 什么呢 受益者 什么叫受益者呢 就是 这波疫情 它肯定有很多行业 会受影响 不过呢 也绝对的 有一些行业 也会收费 什么行业呢 比如说 网上电子商务 就会收费了 logistic 下来 我们叫 short haul short haul 就是the last kilometer 我们不是讲long haul long haul 就是几百公里 或者是海上的 我们讲short haul short haul 就是短距离的logistic 就是 Gorea Company 把货送到你doorstep的 这些都会收费 然后呢 网络网络的一些生意 也会收费 然后呢 大健康趋势也会收费 所以大家要保护好好 这波的疫情是很恐怖 可是恐怖的当儿 也会有人 就是 不小心的 一夜爆发自负 我们叫什么呢 十四造英雄 希望大家都会成为 这波十四之下 所造出来的 英雄 接下来 那么 大家看看 假设现在 如果 各位 你们本身 现在是在开着店面的 你在开什么店 你在shopping center开店 或者在花园 在商业区开店的 现在里面对什么问题呢 我最近呢 就一直在研究一个报告 他说 中国的 疫情过后 中国将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报复性消费 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关到怕了嘛 当关到怕之后呢 一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将要报复 尽量的花钱 可是 竟然这些专家 全部大抵眼镜 做什么呢 中国 解封了 不但没有报复性消费 很多这些消费 比以前更加的就是 减少了 更加的节俭 很多人不敢消费 他们怕 这样眼前 将会变什么呢 报复性消费 没有了 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超级储蓄世代 有钱的人 他会想办法来存钱 不再敢乱乱花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做工的人担心失业嘛 收入不稳定嘛 所以呢 他们会启动省钱模式 让他们的开销 控制在最低的范围 能够三餐温饱 就很开心的那种了 这样谁出来消费呢 对不对 那么当然 这波疫情呢 就会改变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呢 在座的各位 你有曾经想过 你会在线上开会的吗 我们会在线上这边交流的吗 不会的哦 你也是有第一次哦 告诉大家 从这波疫情开始呢 很多人将会养成 线上消费的习惯 很多人会从这一次开始呢 从三月份开始呢 2020年的三月份开始呢 开始习惯线上消费了 所以呢 很多开实体店呢 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再来我们看下一张 大家看看 这样子的话 赚钱够后 搞不好生意少了 钱赚少 做工的可能减薪 赚的钱不够了 三千变两千五 可能三千变两千五 每个人都在想嘛 疫情过后 我们一定是找出路啊 我们要赚更多的钱啊 你去开店哦 开什么店 开咖啡店啊 卖衣服的station shop 还是说 你要卖汽车二手车 还是你要开店哦 卖这个就是 家具 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现在疫情过后 你愿不愿意花钱 花一个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去装修店呢 还是说如果你有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 你还是存在银行呢 好好地用呢 对吗 所以呢 通过创业来赚钱呢 会越来越难 那么 通过产业买卖来赚钱呢 这个呢 就看你是什么性质 如果 你是有holding power的 什么叫holding power呢 你的holding power就是啊 你如果 来不要涂压 不要涂压 你如果你的holding power呢 能够 当这波 疫情啊 导致产业跌20% 30% 或40% 你在底部去买 买来收三五年的 那告诉你 你就是很厉害 你就会赚大钱 可是如果你讲说 今天买 明年卖 sorry 不能够的那种 所以产业呢 你如果有holding power 至少要给自己讲 你的holding power要有三年到五年的 这一波是千载男朋友 买产业的好机会 不过他就不 下来 第三个 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就能够赚钱吗 告诉你啊 这波疫情过后 努力工作是确保你不被裁员的 如果你不努力 基本上就等着减薪跟裁员的了 所以呢 努力工作 只能够勉强过活日子 剩下来 我们就每个人做什么 我们去做电子商务了 e-commerce 网上卖东西了 那大家有发现吗 网上卖东西啊 都没有忠诚度的 都是拼价格 品质都是不好的 很多人在网上买东西 买了之后都是大吐口水的 我买了就不要再跟他买了 给他骗了 又给人家骗了 对吗 网卖呢 其实是没有忠诚度的 所以我们讲说要上网卖是没错 要去网卖 要去电子商务是没错 可是呢 你必须要用系统的方式去 如果只是单打独特的一个人去网卖 告诉你 只会得到就是不好的那个结果了 好 来我们看下一张 好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去进军农业呢 我讲了中油 价格的不好啊 你还去种中油 那么这一两年 农地 什么农地炒得最够的呢 榴莲 榴莲 榴莲园 我听说的 如果是种猫山王 一个可以炒到400千 那么去年 400千这个价格我听到 如果去年炒到400多千的人 没有放手 还在那边就是 调给不要卖的 他现在是后悔莫及 为什么呢 你现在可能搞不好200千 150千都没有人要 为什么呢 中国人现在吃榴莲吗 他现在跟你讲 最基本的 他都生生吃 他跟你吃这些额外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减少掉 那么下来 你去做建筑 大成本 劳力又大 勾动不难 这个千万不要动 这样子 可以不可以做传销 很多人就想了 哇做传销 本小力大 只要拉人就可以了 那么叫人家一直买一直买 那么你大家看一下 这波疫情下来 你将会看到一个现象 有很多传销公司可能也做不下去 那么有一些传销公司呢 勉强做得下去的 可能他们会用 就是理想 用那种就是假象的那种就是 诱惑 来诱惑人 可是呢 重点是什么呢 没有生命力 当没有生命力的时候呢 在座的人 他做得不久 像今天在座的 今天有多少人 我看一下 现在有287个人 我很好 各位在座287个人 你们每个人都做过直销的 为什么今天来到雨薇呢 很简单呢 就是以前在座的公司 有可能就是他不在了 又或者说他改变市场的marketing plan 你们不喜欢 又或者说可能赚不到很多钱 又或者说他没有生命力 没有那个魅力把你们给留下来 对吗 那今天很多传销或直销公司 都面对这些问题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办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延伸了一个新概念 那什么概念呢 那什么概念呢 电商交往 电商交往呢 是把传销 把电子商务 把智能全部给加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 通过系统化的去运作呢 才能够达到什么 有生命力的运作 大家难道希望说 今天做了就没有吗 不会嘛 那么就像Inchoway这样 等下我们就来分析 今天大家享受了哪些 目前Inchoway提供的 这些就是生命力的这个 即时点 下一张 那么大家看看 未来的产业模式呢 是哪一种呢 第一种叫传统产业 什么叫传统产业呢 如果今天疫情发生 你的咖啡店呢 是没有就是跟Grab Panda Food配合的话 基本上你就关门咯 如果你有Grab Food的话 Grab Delivery 你可能就是进入第二波了 叫互联网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就是 让人家线上的订货 然后呢去送 所以你在互联网 那么不管是第一维或第二维呢 说实在的 都是和鸿海竞争 竞争非常的激烈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进入三维的智能科技产业 什么 大家记号好 我们的大家一起通过Inchoway 进入什么产业 智能科技产业 这个是势在必行 那大家放心 我们是明年开始吗 没有 我们在五年前Inchoway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讲 五年前我们定位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说五年前明治的决定 Inchoway今天已经在一步一步的 就是走着智能科技产业的这一个阶段了 那我们看下一张 那大家看看 一维世界正在推导重建 什么意思 很多传统的行业 将会被就是没落掉或者是 它必须要重新包装 它不包装它就不能够生存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讲的互联网就是网卖 这个网卖是大家杀到就是天昏地暗 杀来杀去 你卖两块我卖一块九 你卖一块九我卖一块八 大家杀来杀去的那种叫红海 已经就是什么呢 非常糟糕了 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那种 那么我们看三维世界 它正在成型 如果今天就准备进入的话 或许还不迟 而我们呢五年前就准备了 所以恭喜大家 你们很有眼光 选择以为是什么呢 因为以为目前 已经在坐着打巴零 打就是Golom 打BIM 已经把杨晖给筑起来 一步一脚印 去达到智能科技的这个阶段 所以大家已经在享受着了 下来你就看看 永远高维挑战低维总有优势的 所以呢 Intel Rain呢 为什么这几年 就算有人来就是搞杂货 我们都不认为他是敌人的 因为我们把自己定位成高维 所以我们没有对手 当我们没有对手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自己当对手 一直的挑战自己 突破自己 所以各位 高维呢 可以挑战低维 总是会有优势的 那么呢 网店呢 他能够冲上到十几遍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 线上跟线下 结合起来 那么只要我们未来 以为 他把这个三维智能科技 发挥的连离静止呢 我们呢 将会带领这个世界 再就是智能大健康领域 大展前脚 我们将会在智能大健康这个领域 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头羊 那么谁将会帮助和协助和我们一起 让以为成为智能大健康的领头羊呢 就是在座的各位 所以给自己一个鼓掌的掌声一下 你们太有眼光了 为什么你们选择以为呢 因为你们在未卜先知的情况之下 知道以为 将会是智能大健康的领头羊 好 那么 大家看看 三等的企业 三等的企业呢 做服务 那么你服务不好呢 人家可能就埋怨 你服务得好 人家当炒 对 二等的企业做产品 那么 一等的企业做什么呢 做平台 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们 以为从第一天到今天 我们是不是一直都讲说以为是一个平台 以为是一个平台呢 看我们是不是马后炮吗 是今天在讲吗 不是的 以为在2015年 就已经有清清楚楚的方向了 就已经知道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平台 那么下来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与为的平台 大家扮演着什么角色 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我们怎么样 就是互惠互利 互相补大家的短处 跟大家的长处 互相的就是去应用 接下来呢 大家就和重新改变自己的观念 你还在做直销吗 你还在做传销吗 你还在做网卖吗 你还在做直播吗 如果都是单一个别分开做的 告诉你 慢慢都会淘汰 都会过时 现在21世纪引领全世界的风潮 是用什么模式呢 它叫做电商交往这样子的平台 如果你现在所参加的平台 没有用电商交往的话 告诉你 你可能开始落后了 可能竞争力开始下降了 想要提升竞争力 想要提升战斗力的话呢 你必须和要站在行业的前端的话呢 你必须要把自己直升在 拥有电商交往的平台 恭喜大家 你们现在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了 已经运作了五年了 而且电商交往这个平台 不是说我要做明天就做 不是的 它五年了 一步一脚印 毛慢慢伸出来 指甲慢慢伸出来 牙齿慢慢伸出来的 没有三天两天的 每一个东西的成就 都是要用时间 跟人力天时地力人和去酝酿的 大家 下一张我们看看 看看这一个 这个就是在讲大家了各位 大家要搞清楚 电商交往什么是电呢 电的意思就是呢 通过电子或数码科技来运作 什么叫电呢 电的意思就是 透过电子或数码科技 把它当作instrument工具 然后商就是进行商业活动 所以如果电商的意思就是呢 通过电子或数码呢 运行商业活动 那么大家在做吗 都在做 那么我们先看网先 网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做直销传销的人 他们都在做网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网呢 因为网有复制的力量 它能够产生被动的收入 对不对 网很重要 那我们呢 更进一步是什么 把这个家给纳入 家是什么呢 家就是智能 什么叫智能 各位家人听好好啊 未来三年到五年 各位的下线宝贝 他们每个人都会是余威的 就是这个成员之一 都会在余威的ecosystem 就是生态圈 生活生存 那么这些人呢 未来三年到五年里面呢 他们的血压 他们的血糖 他们的这个就是胆固醇 他们是否有开过刀 他们现在在吃着什么药 都会在我们的系统找到 在我们的系统找到的时候呢 我们的智能数据AI 会一直去运算他们的健康 公司的这个系统呢 将会通过这个云端资料库的计算呢 当一个人的血压突然间上升的时候呢 他吃了不开吃的东西 他将会被提醒 当他被提醒的时候呢 公司的智能系统呢 会提供他一些健康的方案 听得清楚吗大家 够理吗 听得清楚吗 这个叫做智能 你在想 今天余威 到这个月 接近十万个会员 如果再多一年两年三年 按我们的会员到三十万 到五十万的时候 你的这个组织有大概一万 两万甚至五万个人的这个宝贝的时候 恐怖吗 他们只要心脏跳的规律不正常 公司的这个智能系统马上就会知道 就会提醒他 就会告诉他 放案在什么地方 恐怖吗大家 这个不叫恐怖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有眼光 有先见之明 有很好的这个就是战略的这个思维 懂得定位 这个很重要 that's why大家 当你如果能够很精明的 很有眼光的 把电商交往 变成一个平台去应用的话呢 那我告诉你是很够力的 对不对 还不够力 余威没有这么简单的 余威是一个 就是懂得跟着是 懂得顺势去运作的一间就是企业 那么呢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把电商交往这个平台 跟大健康这个趋势去做结合 这个就是叫做完美了 我们看下一张 为什么呢 你看看呢 为什么 我讲说 当我们有电商交往之后 我们这个平台 你必须要跟趋势去结合 为什么呢 疫情嘛 现在每个人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 所以你通过平台来去推广大健康 你又有坦克车 又有大炮 又有就是战斗机 来推广这个大健康 你肯定是 我们叫什么 四半功倍的那种现象嘛 这样下来 大家想要在这个 电商交往 好好的运作 好好的发挥 所以我这边呢 要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概念 所以大家看看我今天 我今天穿什么服 韩服对吗 我相信我放了这个照片出来 就开始引起一些人的交谈 一些伙伴就很开心 刚才有讲说 然后特地打电话来 讲说我今天是不是要相亲 我说是 今天我要相亲 我要嫁人 我要嫁给谁 我要嫁给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 大家要学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要学会懂得曝光自己 要学会懂得把自己的影响力 跟号召力给发挥出来 这个很重要 未来呢 你在销售 你在推广 是推广谁 推广你自己 你自己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自己要有一定的号召力 然后呢 你要培养一堆的什么呢 核心粉丝 在我讲 我相信我有一些粉丝 还写着讲 应该有一些粉丝 对不对 又或者讲 如果这波疫情 我遇到什么状况的话 钱财的话 我相信我打电话 应该 我只要打几通 我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因为我相信 我有一些忠实的一些 就是朋友 或是他把我 就是怎么讲 就是很喜欢我的 会就是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帮助我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号召力 就是影响力 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 和有号召力的人 这个是今天这个课程 最关键的一个引爆点 未来 你做地产 你还要买好的地段 对吗 你做互联网 你要有很多信息 很多人去你的网站 那么下来 我们叫社交零售 就是社交零售 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有影响力 要有号召力 你不管你是用什么 你用Facebook也可以 你用直播什么都好 或者是怎么样都好 你就是要有号召力 像我们东马的Danny 我们东马的Danny 前几天他就是脱掉上身的衣服 然后呢 在他的屋子外面 他跑步 你去看一下他那个video 他以前没有这么多人 like的这么多的 那个video 的like 帮助他增加他的曝光力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 我们不要去做那种 就是骂来骂去引起的这个曝光 我们不要 我们要做的是正能量的方式 让我们的曝光力 让我们的影响力 让我们的号召力 增加 好不好 所以伙伴们 想尽办法 从今天开始 去培养你们自己的粉丝 忠诚的粉丝 所以啊 你的一举一动都很重要 不能够就是乱来了 你需要就是把自己塑造起来 让自己呢 有一定的粉丝 希望说通过你呢 而能够受贿 打个比方 你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 如果通过你呢 可能能够让 在电商交往 很好的发展 能够赚到很好的健康 能够赚到很好的财富 这个我也能够 也是一种 引起粉丝的关注的一种模式 能力很重要 你可以就是有搞笑的能力 你可以有震惊的能力 你可以有健康知识的能力 各种各样的号召 好不好 那么我们看下一张 各位 最近有听过这个人吗 西北高兰 非常的火红 他叫罗永浩 做什么呢 上个月 他在 TikTok 做直播 一天里面 几千万人去看 一天里面 竟然做了1.2亿的销售额 这个罗永浩是谁呢 我告诉你 罗永浩 他是一个教英文的老师 那么呢 他现在个人欠钱 人民帝欠六千万 他的集团欠钱 欠6个1 做什么 做生意很失败 他教英文 做老师 教得很好 很多人 他用上网来教 教到人家很开心 他讲话的方式 幽默 有人喜欢他的star 所以他很好 他的那个号召力很好 可是只要做生意 他不会管你 一做生意就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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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他做直播 西北告朗 粉丝一流 那我给你看这个的目的做什么呢 各位家人 从今天开始 你们除了要学用直播之外 你们要多学一个东西 从今天开始要学 怎么去玩抖音 这个很重要 你要去创造粉丝 TikTok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呢 从今天开始 去YouTube 去上网 怎么样的好 去学 怎么样玩抖音 从今天开始 TikTok 华语叫抖音 为什么呢 抖音越来越普遍了 很多人在玩 尤其是年轻一代 都在玩着 所以这个群里面 如果有年轻人的话 你们就更加有优势了 好好去把握这个TikTok 将会对你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好 下来 下来重点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么呢 看看这个 什么叫重资产 什么叫金资产 大家看看 如果现在在座的每一位 或是你的朋友 是做建筑的 是做大行业的 他需要很多钱来做生意的 那么需要就是借钱来做生意的 需要一直周转很多来做生意的 这个叫重资产 那么需要买很多店租很多店 来做生意的 需要买机器租很多机器来做生意的 需要进很多货来做生意的 这个叫重资产 这轮疫情之下呢 所有重资产的企业或个人呢 都将会受冲击 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你是在做这 以为你是什么以为的企业家 是以为的董事的话 恭喜你 基本上 你是属于 轻资产的 这个部分 人家是靠钱做生意的 在座的每一位呢 恭喜你 你们是靠头脑 靠智力做生意的 是不是要给自己鼓掌一下 有没有感觉自己很厉害 用脑做生意的 小到巨大数 本小利大 风险小 回报大 risk to reward ratio 输 两毛钱 赚一块钱的 就是各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用智力来做生意 你们用轻资产来做 所以呢 一旦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像这波疫情这样 你们的伤害应该是最少的那个 而且还有收入的那一种 这个就是重资产跟轻资产的分别 未来21世纪自己好好晚上睡觉想想你是要做重资产还是要清资产 来下一张 再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啊 如果你想要进入清资产的这个行业的话呢 你就要去认识一个四个字 什么哪四个字 共享经济 未来没有一人独大了 未来没有我几厉害我几厉害没有了 未来不要把我看得太重要了 为什么 未来是我们的年代 未来是大家一起团队合作的年代 不再是什么 我我我个人已经过去了 未来是人人的年代 未来是共享的年代 未来是平台的年代 那么大家怎么做 今天打个比方 我是认识Danny的 那么Danny认识Dato的 可是我不认识Dato 那么Danny就把Dato跟我去共享 我就把可能莫斯卡介绍给Dato去共享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把我们人脉 互相去共享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被动收入 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是不是 每天看着你们的一窝 很多钱进来 你都不知道是谁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共享经济 所以以为在五年前 就已经把共享经济 把它放在我们整个 发展蓝图里面 所以大家现在在做的 就是共享经济了 只是说大家要学会 怎样去把这个知识 把这个方式给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惠 而不一定就是 你做执行 我不要做执行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共享经济 我们把风险 大家一起承担 有好处的话 大家一起去分享的那种 这个就是共享经济 你看 喝牛 不必养牛的 难道你要喝牛奶 要喝牛奶 把牛奶回家养吗 不需要嘛 买牛奶就好嘛 那么下来 要开德式公司 你自己要买很多车吗 不用啊 那如果今天要开养生馆 你需要到处租店 请员工吗 进一大堆货吗 也不需要啊 那怎么做呢 看看 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用轻资产的方式做什么 共享经济 所以恭喜大家 各位 你们开始已经进入 共享经济的时代了 你们现在都是 Digital person 你们都是数码的人 你们现在已经不是 叫做三卡拉的人 不是了 你们现在是什么呢 你们现在是 开始应用 共享经济时代的数码人群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用轻资产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们不用投入很多钱了 用头脑 用资源 然后呢 把你的资源 想办法跟别人的资源 做一个结合 当你能够把自己的 这个资源跟别人做结合的时候呢 你自然的 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那怎么做 今天打个比方 可能就是 About Maggie 新加坡的Maggie 他认识了马来西亚的Diamond 认识了马来西亚的Diamond 他们想要做生意 他们各自有人脉 他们各自有资源 问题是 你有人脉有资源 没有用 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人脉 每个人都有资源 他面对一个问题 他没有平台 对不对 那么就算有平台 他又怕为什么 很多平台 可能都是骗人的 又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 可能他的生命不长的 做几年就倒了 又或者说他的平台的 战斗力不强 方向不对的 那怎么办呢 Diamond跟Maggie 都有资源 而问题是 无法发挥 一加一还是等于二 不过呢 如果Diamond跟Maggie 他们互相把他们的资源 放到宇威平台来 他的一加一将会等于三 会等于四 会等于八 甚至等于十 为什么呢 因为宇威的平台 把所有应该能够就是 创造就是 共享经济的所有的细节 所有的招数 所有的资源 全部做整合了 Maggie 和Diamond 他不用去理会整个管理 他只要负责把资源共享 他们就达到他们要的收入 他们就达到他们要的财富 他们就达到他们要的健康 所以各位 新资产共享 经济 是不是世代必行 是不是未来的趋势呢 平台重要吗 如果今天的各位 新资产共享 经济实在的这种 远大的这个概念 跟这个筹备的话呢 今天的你 是不是就是 一个普通人 再多的资源 也无法就是极大化的 发挥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看 Airbnb 他有很多公益 酒店吗 没有哦 很多有公益酒店的人呢 他就通过这个平台把它租给 那个消费者 就是这个道理啊 像Grab也一样 很多有车的人 把他的那个服务 通过Grab的平台 提供到就是给很多消费者 Inchiaway呢 很多在座的每一位 就通过你手上有的资源 你会开玩笑的资源 你会健康的资源 你懂得做领导人的资源 你懂得就是 经济分析的这些知识的资源 各种各样的资源 你把它给结合起来 放到平台上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 去把握陌生市场 你讲够利吗 这个就是所谓Inchiaway的 轻资产 共享经济时代 所创建出来的 语为电商交往大健康平台 各位 够利吗 听到这一边 从刚刚开始讲到就是很可怕 行情不好 到现在是不是感觉 心情激动很澎湃 想要马上就是去发展事业了呢 这个就是OA了 还不止 再继续看下去 再继续看下去 那么大家看看 这个很重要 现在的你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 疫情当下未来这几个月 假设在做到每一位 你本身就是以为的老板 好不好 你本身就是以为的董事 就是以为的老板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你4月1号 需不需要 出薪水给80位员工呢 各位老板 现在的你是以为的老板 我在问你问题 4月1号 我们以为大概有80位员工 你需不需要出薪水 4月1号 给这80位员工呢 有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请问4月1号到4月7号 你需不需要帮以为 还7间办公室的租金 你需要吗 第三个问题 疫情发生的这么严重 老窝也是种枪 老窝也是封城 也是行动限制令 请问 你们需要照顾农夫的生活吗 给他们要吃饭的 他们的生计 他们是B40的那种 比B40还要糟糕 要买柴米油原给他们的 然后有些种子 可能是烂掉 无法收成的 我们也要照顾他们 请问你需要照顾农夫吗 第四个 请问你需要付更多的 定金 去买原料 买包装材料吗 因为它不够吗 下来就算解封的话 每个工厂的生产都 已经是越来越辛苦了 怕买不到 他买不到吗 所以你需不需要用更多 这个系统不简单 我们是自己写 我们不是用人家的公司 那个IT company 他有一个IT team 他专门把那种 直销的program 卖给马来西亚每间公司的 可能几十间公司 用同个公司的 就是我 我们的IT system 是以为自己的programmer 我们自己去打造的 我们自己的IT team 要养的 请问你需要养的programmer吗 你这个月4月1号 再来 请问 你们每天都收到货 对不对 可能慢 可能慢五天八天十天 甚至慢二十天 甚至有的慢接近 就是二十八天 对吗 或请问你需要担心出货 然后跟警方 跟警方玩躲迷藏吗 然后你block走这边 这边block走那边 然后给他问到的时候 想办法就躲过 他问问你不要给他抓 你要担心这个吗 不用你担心啊 然后下来 你需要担心这个少那个少 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吗 为什么呢 因为工厂哦 每天哦 常常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说 我这点的原料啊 这个不够那个不够 那边还没有开 这个没有开 每天要烦这些东西 要去做协调 再来 你需要担心公司今年担心 业绩不好吗 不不起开销吗 你问一下这些问题 有哪一个是需要你担心的 各位 各位有七八 在座的每一位 这边有八个问题 有哪一个问题是需要你担心的 然后呢 你是哦 需要担心这些问题 才能够有收入的 有吗 不需要哦 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月还是有钱啊 你还是有收入啊 一波乐还是有钱 进来啊 可是你在 在 在 我 我 用 打扮 心 这个 八个 都 不 不 你 你 你 还 你 为什么会这样 呢 就是 因为 公司 坚持 一个东西 就是哦 没有我们身边对象 我们要这个情况呢 因为哦 因为从一开始 走过我们的农地 是我们的农夫呢 几乎几乎 只要是我们的农夫呢 都会被照顾到 可是呢 这庞大的开销 对我们来讲呢 却是哦 轻资产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懂得 精明的理财 我们懂得精明的管理 我们懂得精明哦 的去哦 应用公司哦 的每一分 盈利 跟每一分 就是股东们投入的这个资金 这个就是以为 所以以为 在这么明智的管理层的领导之下 大家就能够放心的哦 好好去运作了 不用去担心这八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人帮大家 就是去处理这八个问题了 那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么 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 要定位 你们跟EVA是什么关系呢 你要告诉自己 你跟EVA是企业伙伴关系的 未来你是EVA的什么 你是EVA的partner OK 从今天开始 你跟EVA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告诉自己 你跟EVA是企业伙伴关系 我们叫EVA 企业伙伴关系 我们不再是会员跟顾客 或公司了 不是 我们是企业伙伴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董事 董事有阶级 我们有就是 我们有珍珠董事 我们有蓝宝石董事 我们有蓝宝石董事 我们有红宝石董事 我们有珍珠董事 我们有什么 鑽石董事 我们还有皇冠董事 我们还有皇冠大使董事 我们还有皇冠大使董事 我们甚至最高还有公爵皇冠创办人 大使董事 那么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 好好的跟我们的公司配合 成为企业伙伴 然后呢大家互相做什么 就是把各自的资源 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大家不用花几十万开店 不用花几十万去做computer system 不用花上百万去做农地 不用花很多钱 去请很多工人 每个人呢 都是从公平的点开始的 只要区区的五十块 IWD十块钱 新币是十多块 二十多块 十多块左右 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位公司的企业伙伴 那么当你成为一位公司的企业伙伴之后呢 你不用自己成为公司 你不需要自己研发产品 你不用自己请员工 你不需要自己租店铺 你不需要自己有庞大的现金流 你不用最 重要的最头痛的 你不用自己建立电脑系统 你不用自己移为公司的企业伙伴 然后呢 就开始自用产品 用得好了之后呢 就开始去做分享 分享之后呢 就告诉自己 人家有目标 成为公司的企业伙伴的 第一步就是成为超级白金的董事 那么在董事这边呢 随着时间一步一步的成长 慢慢的往上爬 慢慢的希望你成为钻石董事 进一步成为皇冠大使董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之下呢 不但自己在没有就是很大资金的开销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打造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财富的一个就是事业 你整个体系里面很多人呢 你整个体系里面很多人呢 都成为什么 一味的董事怎么讲呢 想要成为钻石董事呢 你应该讲总事 当你有很多赠助老师总事 当你成为 古大基石第一个就是人爱 人爱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先利人才利己 那看比方就好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概念呢 我跟你分享我 我的情况就好了 我帮助别人赚钱我的 投资 那么就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在 只有帮助这些 老板 或者相信我的人呢 他赚到钱 我才有钱拿的 他亏钱我是没有钱拿的 所以我是用老板的心态去做 不是 我是用合伙人的方式去合作 他有钱的资源 我有就是 战略上的这个 知识 那么当我们两个人 互相配合的时候呢 我通过把他的钱增值 让他赚更多的钱 而得到我要赚的钱 那么大家呢 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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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的人 成为 翡翠董事 那么 当他 成为翡翠董事呢 很自然的 你也就是 翡翠董事 他怎么做呢 通过 电商家王 大健康平台 让你消遣 你看翡翡 为什么他整个系统 如果你用普通话 叫霸道 如果你用 他叫做 智慧 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呢 我们 顺势 我们把自然界的原理 全部都套入到 我以为整个系统里面去了 只要你顺势 不要逆势 你顺势 自然的工作 你要先舍 才有得 舍什么呢 舍机会给人 舍健康的知识给人 舍这个就是平台给大家 不要自私 不要担心说 我担心人家做得更好 比我更早进来 不要做这个工作 你要做什么呢 永远告诉大家 你要确保 你的团队的伙伴 永远比你更加突出 永远比你更厉害 当你比你更厉害 你就更厉害了 所以我往往都告诉自己 什么的 像今天这边有200多个人 我告诉你 我一定都不比你们厉害的 你们都比我厉害 我都笨过你们的 当你们都比我更厉害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了 睡觉都会笑 为什么 因为有这么多厉害的人 来跟我合作 跟我配合的那一种 跟公司配合 自然的 这个公司就会蓬勃发展 如果这个公司是 一党独大的 一个公司独大的 什么都是我 我最厉害 你们都不厉害的 这个公司 是没前途的 所以大家选对公司 那么到你们的团队 你们要做对灵魂 不算带人 带人一定要带心 带人没有带心 那个不叫带 那么怎么带呢 心是可以融化的 我曾经 有一个老师 学过一样的东西 他说 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武器不是核子炸弹 他说 这个世界上 最一个就是爱 五年前我们都定下来 为什么呢 你要懂得用爱 来带你的团队 带你的人 带他的心 这是关键 那怎么做呢 这个爱就是 帮助他强大的 而不是他帮助你强大的 自然 每个人的心中 都会去跋扯 当他感受到之后 他就会被你融化 当他被你融化之后 你的整个共享经济 就会蓬勃发展 看到了吗 所以万物都是 要把好的正能量的东西 连接在一起 你就一直在正能量的环境里面 一直循环 让自己怎么样 越来越多 贵人 当你贵人 越来越多 那么 电商 健康结合 就像我所讲的 如果大家今天已经清楚知道了 什么是电商交往 什么就是大健康产业了 你要懂得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 当你结合起来之后 你将会在这波疫情之下 恭喜你成为 十四造英雄 被造英雄的那一个英雄 那么你自然的 这波疫情 你将会极大的受贿 为什么呢 千载难红 不是每次都能够遇到的 一百年一次 我们遇到了 恭喜我们 这一百年 一次的这个疫情 将会成为我们 帮助我们省走十年 甚至搞不好二十年都不一定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把握 这次的机会 这次的发生 对大家来讲是危机吗 不是 对以为家来讲 这次的疫情发生是什么 是机 所以我从第一天发生到现在 从来没有紧张过 而一直在就是什么呢 一直在 到底我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呢 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你的精神能量就在哪里 所以我从第一天发生 这个疫情一lock到之后 我的经历就是在 这波疫情千载难逢 我的机会在哪里 但我已经锁定了 我的机会就在 电商交往结合 大健康产业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机会 像大家看看 全球超级食物的市场 是多少呢 2000多亿 如果到2023年的疫股 2000多亿 Superfood Superfood Global Superfood Market 2019到2023 到2023年 疫股成长 是每年的CNGR 就是 重复的这个 加起来的这个成长率 是17% 到2023年 接近2000多亿 美金 不是马币 所以各位 以为做什么 以为就是做Superfood 以为 每一个产品都是Superfood 我们的Selffood也是Superfood 我们的这个 印加果精华鱼也是Superfood 我们的这个 就是Inchaga也是Superfood 然后呢 我们即将出的 八宝 我们即将出的 第二代动灵 更够力 已经 我把它 那个配方 一直研发 一直改良 就是 更加的 我叫做 普通话叫霸道 好听的话 叫做更加就是 有智慧明智的那一种 将会帮助更加多人 所以大家必须 在Superfood 这个领域 好好的去了解 这个什么是Superfood 去应用它 把它放到我们的电商 交往跟大健康这个平台 好好去发挥 那么下来 你看 Superfood 我们就怎么做呢 我们讲 我们要去做大健康 大健康 我们的健康 大家就把你们的 那个focus 给 narrow down 给它很精准 在一个地方 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通过 宇威的电商交往 大健康平台 对不对 去推广什么 吃的智慧 你去教人家吃 不用读大学的 吃每个人都可以的 不用大学文凭的 吃的智慧 每个人都可以教的 只要你觉得 吃的是健康 你就可以去分享了 那么你再看 吃的智慧 涵盖了五个部分 就是 怎么样通过吃的智慧 吃对的东西 让我们的细胞 得到好的营养 怎么样通过吃的智慧 让我们的细胞 得到免疫力 怎么样通过吃的智慧 让我们的细胞 能够被修复 怎么样通过吃的智慧 吃超级食物 吃好的东西 能够帮助我们的细胞 排毒 怎么吃好的食物 让我们的细胞长寿 你看看 这五个东西 以为什么做到 如果一个人想要吃 让细胞营养 他可以吃硬椒 果筋滑油吗 可以啊 如果他想要 让他们的细胞免疫 他可以吃 可以啊 如果他想要细胞修复 他可以吃 可以啊 他想要细胞排毒 他可以吃 可以啊 他想要细胞长寿 他可以吃 动灵 可以啊 所以呢 鱼威的主打的产品 将会围绕在吃的智慧 用超级食物 以五大方向做主轴 就是细胞营养 细胞免疫 跟细胞长寿 这样子呢 简化之后 大家是不是感觉更加简单 是不是感觉更加容易去明白了 所以未来呢 我们就是大家一起 每一个懂事呢 你一定要懂得吃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吃的智慧呢 通过鱼威的平台 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甚至十万个人的 分享出去 当你把这个吃的智慧 分享到十万个人 二十万个人 你肯定是要创办人 鱼威的创办人 皇冠大使董事 那个时候 你每天睡觉一起来 涮牙 就有几万块 几十万 甚至三百万路贷 你想这种生活 去哪里找 就在鱼威 未来 你问问自己 你有出路吗 请问 现在和未来的鱼威平台 够不够好 很多人会埋怨 鱼威做的不好 鱼威这个鱼威那个 说实在的依据 没有人是能够做到十全十美的 一定有瑕疵的 我个人认为 瑕疵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为什么呢 以为没有华丽的包装 以为你看到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以为的办公室 有蜘蛛网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那个蜘蛛网 为什么不扫掉 你知道吗 我跟我的股东讲 这个蜘蛛网 不可以扫 是风水来的 因为蜘蛛网 把财给网进来 讲笑话了 已经弄干净了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鱼威 它是没有包装的 你看到的就是鱼威 所以鱼威做的不好 什么地方不好 就是真正的不好 那么我们会改进 你看一下 鱼威从来 不会跟各位董事 开空头支票的 我们这五年 有乱来跟你承诺吗 没有的 我们都是实事求是 做得到的 我们才讲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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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不 两步以前 套多两步去讲的 今天有什么 就讲什么的那一种 那么大家想想看 你身为一位的伙伴 企业伙伴 你自己够好了吗 现在的你是否就是 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还是说 还在那边就是 犹豫不决 还是说把以为当作 就是一个就是 可有可无 还是说把以为当作 就是一个顺便 这个态度很重要 你今天 什么态度 取决于你在以为的发展 这个很重要 就好像莫斯卡 就好 莫斯卡呢 我这几年看它的改变 非常的大 说实在的一句 莫斯卡看看开始的时候 我也知道它的故事 你要知道吗 莫斯卡 以前在星山 是数一数二的 只有他讲的那一种 为什么 他事业做很大 为什么 以前八九十年代 两千年 能够做这么大事业 是不简单的 对不对 可是莫斯卡能够在 这样子一个事业高空到低潮 然后再重新的 慢慢的爬上来 无论是在态度方面 都是他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 他未来很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态度 大家必须要把你的态度 给调整好 你必须要无时无刻 都是什么态度呢 不是叫你就是要去奉承的态度啊 或者就是说 只是因为要赚钱的态度 不是 你要把自己调整成正能量的态度 无论什么事情的发生 都要正能量 所以当你有持足的正能量的时候呢 你的态度每天都是正能量的 自然的 你所做的事情 就会施斑功倍 这个很重要 当你有很好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会有正能量 当你有正能量呢 你的身边就会出现很多 你无法抑制的贵人 所以很多还没成功的人 告诉自己 为什么还没成功呢 为什么我没有贵人呢 那你告诉自己 你没有贵人可能是态度的问题 一定要先改变态度 只有态度改变了啊 自然的这个磁场的这个正能量 才往你而来 当往你而来的时候呢 永远记住一句话 我每次都自己提醒自己的 你啊 帮人 不要去祈求 人回报你 为什么呢 当你帮了人呢 老天会看到的 当老天要拉你一把的时候啊 他只要轻轻的拉一下 就可以把你拉上来了 所以呢 做东西不需要去给人看的 老天看就好了 这样大家理解吗 态度非常重要 把态度去调整 下来 一位的企业家 我在这边勉励各位 你们要有一种这样子的态度 什么态度呢 永远不向命运低头 永远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 永远向高难度挑战 就好像现在的你们 这什么呢 疫情这么糟糕 几时解封不知道 行情这么坏 现在就是最恶劣的环境咯 你是希望 给难度 把你给就是解决掉 还是你要去解决难度呢 你自己做决定 今天叫做决定 所以各位 想要成为优秀成功的 以为企业家 一定不要向命运低头 要就是不向恶劣环境低头 向高难度挑战 以为企业家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谨记 一个人呢 做不过一个团队的 一个团队呢 做不过一个系统的 一个系统做不过一个文化的 什么文化呢 以为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而且是越走越宽 越走就是抗庄大道的那种 是为什么 因为以为有五大基石 我们五个创办人呢 做的每一个东西 我们的基础 都是用五大基石来做标准的 所以各位的 以为企业家 你们未来的每一步 每一句话 你的内心发出来的时候呢 都要用五大基石 来做出发点 而发挥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够成为 这波疫情之下的 就是大英雄 那么成功的人排除万难 失败的人给万难排除 这样你自己今天 就好好做一个决定 你是要排除万难 还是给万难排除 就由各位企业家 好好地做这个省事了 那么呢 以为企业家 常常都要有这种心情 什么心情呢 要懂得知福 细福 要懂得造福 然后呢 以为企业家也要常常 懂得知恩感恩 报恩 为什么呢 如果以为不是因为懂得知福 细福 造福 不是懂得知恩 感恩 因为不有今天 我们五个股东 一定是窝离板 大家互相斗来斗去的那种 已经把这个公司套空了 没有 就是每个人懂得知福 每个人懂得知福 每个人懂得知福 每个人懂得造福 每个人懂得知恩感恩 报恩 我们才有今天 你再看回来 我每天就跟我的很亲近的人讲说 我很幸福 为什么呢 今天 我是一个做战略的人 我在制定战略 说实在一句 我有我的一套 很有眼光的那种 我有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呢 我很不喜欢应酬 那当我很不喜欢应酬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为什么吗 因为我懂老大很喜欢应酬 所以当我们想到老大去应酬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老大补了我的不足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人 就是去前线打前锋 那么打前锋的话呢 需要遇到很多就是 所睡的这些就是 小问题啊 小麻烦的那种 然后这个时候有谁呢 有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Aaron 我们有新加坡的这个 麦 我们有Kero去协助的那种 但我就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的时间花在这种小细节 你们每个人都是损失 为什么 我的时间应该花在整个战略的制定 跟方向的那个制定 跟带领跟管理的那种 我当在前线的这些工作 就有Aaron跟阿麦在处理的时候 我就放一百个星了 我就很开心了 这样这个时候 我在想 哇 账不是这么容易做了 以为现在是上亿的公司 一个普通的会议是做不来的 那我们有 Justin在 Justin呢 他完全的就是 把我们的账给做到 就是我能够去放心的那种 这样我就能够毫无保留的 去做我应该做的工作 我说你看 我把我们五个人呢 大家信心相信 大家彼此 互相的珍惜 互相的感恩 彼此的感情 越来越好的那一种 这样当管理层很稳的时候 整个公司就稳 当整个公司稳的时候 各位以为企业家 你们就不怕了啊 就能够好好的去发挥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要把我们 这个五个创办人的这种 合作的精神呢 把它发挥到你们的团队去 好好去带人 带人带什么 带心 然后呢 态度要正面 要正能量 然后懂得什么 常常的自己提醒自己 跟提醒身边的人 一定要懂得知福 悉福 造福 要懂得知恩 感恩 保恩 然后下来 要成为 一位的皇冠大使董事 今天呢 在座每一位 你们从今天开始 要设定目标 不要再告诉自己 要做钻石了 要做翡翠了 那个是多么渺小的这个目标啊 从今天开始 把你的目标 给定到更加大 定到就是更加高 更加顶峰 See you at the top 那一种做什么呢 在座的每一位 所以告诉自己 未来的三年 五年 你要成为余威的 皇冠大使董事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你成为余威的 皇冠大使董事 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离苦得乐 你才能够帮助更加多的人 健康 所以你成为皇冠大使董事 不是为了你个人 是为了整个团队 今天就把这个目标 给定下来 把它写出来 写在你的厕所 写在你的门口 写在你的皮包 写在你的衣服 哪里都好 写在你的额头 告诉自己 未来的两年到五年 你要成为以为的 皇冠大使董事 来帮助更加多的人 创造财富 这都是大家今天的目标 这都是大家今天的目标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更有信心 不用担心这波疫情 不要让这个疫情给吓到 大家要好好地把握千载难逢百年的机遇 好好的发挥 帮助自己 自己个人 的家族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Mr.Perry 相信大家都学到很多 对不对今天 谢谢大家 现在这个时代 这么阿布这样 什么的 我觉得都要不断地学习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呢 现在你要在这个店子的市场 找出你的突出点 不要再过安遇的生活 你们要跳出来 时事招英雄 对不对 下一个受益者一定是你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总裁 谢谢 谢谢Perry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 太好了 你好 哪有 我们知道 谢谢 太好了 Sarang Hay 加油加油 以為大家能夠加油 未來的皇冠大師加油 謝謝Perry 謝謝大家 謝謝總裁Perry